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哥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说现在的房价持续的下跌 对吧,人人皆知从上到下 那为什么在交易房子的时候 这个个人所得税还是在不停的去守 还是没有终止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那么大家在卖房子交易房子的时候呢 有注意到其中有一项叫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个人所得税呢 大概制定的话也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 个人所得税的意思就是说 你当初买的房子啊 经过几年之后 你再去卖房子的时候 以前是有部门给你去所谓的估算 现在都是属于系统测算 然后去测量你的现在的房子的价值和过去房子的价值 用现在的价值减去过去的价值的百分之比 就是你的个人所得税 但是过去的十多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房价持续的上涨 个人所得税呢 也是非常的高 大概都是在百分之五左右 如果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那就是个人所得税 大概大家想一想可能就要两万左右 那么问题现在的房价逐年的在下跌 全国普遍下跌的时间 大概是在2019年开始 接着到现在呢 可以说全国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房价都在下跌 那为什么在交易房子的时候 还要去收这个个人所得税 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解 不理解 甚至是感觉有一些难以接受 那么我们要说个人所得税呢 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这个个人所得税 它的制定呢 是一些估算 是估算 什么叫估算呢 它是根据某一个城市的 普遍的一个价格 房价的价格 在某一段时间内 比如说五年还是十年 十五年 一个大的周期内 它默认的系统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房价啊 这一个周期就固定不变的 举个例子 从2010年到2020年 这十年啊 北京某一个区的这个房价 可能是五万 那么整个这个周期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 它是固定不变的啊 所以说那它根据这个测算 也都是一个估算 而这个估算呢 大部分这个价格 要么是稳定不变 要么都是上涨的 而第二个就是 我们说的叫做预算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杭州的房价 市场上的估值 可能这一套房子能卖到五百万 而实际的成交价格呢 可能也只有三百万啊 三百万左右 相差是很大的 而这个个人所得税呢 房屋个人所得税 它里边也存在的一个估算 就是大家啊 或者是专业的部门 会对这一个城市 进行一个估算 然后呢 用这个估算 去减去你过去 买房子的这个底价 也就是你所剩的 这个差额的利润 用利润乘以一定的百分比 那么现在的房价 逐渐在下跌 为什么房产税没有减 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第一个 它的这个周期比较短 我说过了 一个房产税这个利润 它制定的周期 每一次是很长的 它不能说 今年改明年改 后年每一年改几次 不可能 它制定的这一次 可能就要周期 是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 所以现在从19年开始下跌 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十年 所以一个大的周期还没有到 第二个就是估算 因为由于现在卖房子的越来越多 而对于一些专门机构的估算 还是停留在过去几年 而与实际的成交价 其实是相差一些 还是不少的 但是随着普遍或者周期的房价下跌 越来越长 那么房产税我觉得 应该会做一些调整 至少在这个所谓的差额当中 就是你估算的 评估的房子的房价 和过去你买房子的房价 这个差额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 甚至是未来可能会减免等等 都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不编聚了 感谢观看